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迪丽热巴又上热搜了? 迪丽热巴和黄锦鱼生孩子的消息一直没有间断, 尽管当事人也否认过, 但长时间没有现身活动再度引发八卦媒体猜测。 八卦媒体再次爆料迪丽热巴和黄锦鱼生孩子, 还说孩子大概在一十月份出生, 并且恭喜黄锦鱼升级成功。 网友质问八卦媒体为什么要给女演员造这种离谱的谣, 没证据仅凭两三句话就定锤。 八卦媒体的回应是第七感觉告诉他, 一般活动不参加,玩消失。 回答还是没有说服力, 依然在意想和猜测。 知名八卦媒体张小韩曾经拍到过黄锦鱼和迪丽热巴一起现身某酒店, 但没有拍到两人牵手或亲吻, 但一直认为两人阴系结缘, 擦出火花, 所以张小韩也是力证两人有戏, 还偶尔内涵两人的恋情。 另一个知名的八卦媒体刘大锤被网友询问迪丽热巴怀孕的真相, 他表示迪丽热巴天天工作很忙, 根本没时间怀孕。 迪丽热巴工作室也曾经发布声明, 对一些造谣的网友通过法律途径追责, 捍卫迪丽热巴的权益。 虽然如此还是传言不断, 可能有些人已经不相信明星的律师函, 所以有人对于造谣直接报警, 但迪丽热巴方面没有针对各种谣传报警处理。 网友整理了关于迪丽热巴怀孕谣传的时间表, 去年底曝光迪丽热巴怀孕的消息, 因为他已经7个月没有参加活动。 后来迪丽热巴进行澄清, 晒出腹肌, 但有人认为是P图。 迪丽热巴方面发声明否认, 而且他也参加代言品牌直播否认怀孕。 八卦媒体都在造谣迪丽热巴怀孕, 似乎要比迪丽热巴现身。 其实迪丽热巴并不是怀孕, 而是在和公司僵持, 想解约, 但肯定黄景瑜和迪丽热巴在恋爱。 网友发文表示根据可靠消息, 打听到迪丽热巴身边能够近距离接触他的人, 没有怀孕, 是罢工, 在闹解约, 但合约很久, 具体咋回事, 牵扯到别的顶流, 就不多言了。 至于感情, 超稳定, 他很喜欢他。 具体有多爱, 细节就无法透露。 家行公布的新春贺喜的旗下艺人, 没有杨幂和王霄, 大家都认为这两人已经和公司解约, 但有迪丽热巴, 还有网友认为迪丽热巴可能是家行的一姐, 目前正红, 可能很难走人, 应该还得力捧捞金。 迪丽热巴甜美可爱, 其实也很低调, 好像一直没有否认和黄景瑜的恋情, 所以恋情是真的, 怀孕是假的。 迪丽热巴和黄景瑜同龄都是三十岁, 男方还比女方小几个月, 两人演出幸福, 触手可及后传出恋情, 多次被拍, 但一直没有否认, 只是否认怀孕消息。 迪丽热巴是顶流女星, 人红是非多, 转摇她怀孕已经不是第一次, 已经很多次, 不知道八卦媒体想干什么, 不可能仅仅蹭热度吧, 而且也不怕迪丽热巴方面发律师函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 充满活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